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第一代广告导演的杰出代表 他在整个八十年代的作品就是中国电视广告的历史 刚才看到的只是他众多作品中的代表 今天我们不再展开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演员李庚 李庚在京城影视圈是铁杆票友 演戏虽不是主业 但出演的角色都特别出彩 也因其出演了好友张国立的康熙威夫斯访记 更有国旧专业户的称号 他从没演过主角 经常出演一些编人的小角色 1988年 出演《米家山》导演的玩主里面宝康一角 是一个猥琐的2B作家 你知道什么 你就知道跟在别人屁股后边 人家愁你也愁 人家乐你也乐 把时间花回来 吃穿打扮上 1989年在童年噩梦黑楼孤魂中 饰演一位房管员 您什么时候搬 到时候我给您帮忙 什么主任 我现在是要人没人 要车没车 怎么办 您跟您单位头说去 退下来之前又涨工资 又下保证 可现在 他娘的 那您 儿子呢 别提了 儿子 来养 童年又在《米家山》导演的 原式遗产案 饰演神秘人 拿了别人的钱 就得干活 1990年 在江文主演的电影《本命年》中饰演一位经理 赵亚秋 什么时候还来演唱 听说去参加什么文艺会演 什么时候再来 就不知道了 1991年在宋江波的《女歌星》的故事中饰演西子 杨哥 票钱出手了 那你什么事了 去吧 杨哥 我这儿 我这儿还有一张假票 1992 在编辑部的故事中饰演一位南方出版社编辑 这一出事 宣传部就把所有青眼都掉去了 这一看就看出问题来了 加上那几天 格调不高的 全给点出来了 这还了得 完了以后 人家就说了 你们是什么办刊方针 听干整顿 就这么一句话 1993年在《潇洒一回》里面饰演陆天宇 不懂 这个大屏幕显示非常清楚 大屏幕 对 你看那是干什么的 现在发展的是386486 马上就可以出来586 能玩电子游戏吗 什么智识 1995年在没有国籍的女人 周饰演历发 我们一到日本就要让人给抛住了 那日本人最压调的 我去美国跟他有什么关系 多事儿了 1997年受好友张国立的邀请 出演了《康熙威富斯访记》中的送答案 你想想 我坐支线十多年了 苦出头之日啊 俗话说 千里做官只为例 1998年在琉璃场传奇中饰演茅材 又是一个送罐子的 什么东西啊 还是那个破罐子啊 对 就是那罐子 你看 叫花子送罐子 今儿真是邪了 叫花子多 送罐子的也多 不是 滚 我还没活起来 小心我打断你 勾腿 童年又在康熙威富斯访记二 周饰演国旧 没想到你这个支付做的是有声有色的 真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演戏的材料 2001年与张国立合作出演我这一辈子中府海的师傅 这辈子不管你们到了七老八十 欠了我呀 也得敬我是师傅 2002年在铁齿铜牙记小兰序中继续出演国旧 您先别动 先别动 有话说 有话说 哎 纪大人 师井盛传你是敏捷过人 本舅爷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什么事吗 也不想说 给你猜个谜 如果猜对了 你再起来也不迟啊 2004出演铁齿铜牙记小兰第三部中的国旧那些 对呀 你也有份 何大人 你也有份 罗之罪名啊 是你出的 伪征呢 是你做的 2005年 出演白银鼓中的秦三爱 您要肯出点血 我就能有办法让您打败那康三 哟 三类子 又上我这坑钱来了 对不对 哟哟哟哟哟 2007年在亲凶热地 中扮演车队队长 不交份去 这规计打哪说起啊 哎 你给我说道说道 咱公司老板是你们家亲戚 不是 出租车你入股份了 没有 2008年出演电影 即日启程中的卷毛 还找俩帮手来 我说话不敢用是不是 打开打开打开 行 等着 2009年出演电影天安门中的才子城 麻雀虽小啊 武藏俱全 你们三位啊 给长长眼 姑娘姑娘我们家的手艺 2010年参演电影 招式孤儿中的吃面人 你要打招啊 知道这回带兵的是谁吗 你又不是图案大人 错 换招说招讲 我给他夫人把麦的时候 清而停电 2011年出演电视剧 我们是一家人中的林正德 你知道这海南地产市场不是那么容易打进去的 招呼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被太多的东西影响了 影响得我无法判断 舅舅 你说你现在让我做决定 这理智吗 招呼 这是我经过这么长时间才努力得到的结果 2013年出演大展门 1912中的潘大志 哎呀米儿姑娘 老没见了 有事 找白七 白七也不在 有什么事 他倒躲得清闲自在了 上哪去了 你干嘛 生这么大气啊 有什么事跟我说说 2017年在电视剧啊 富耀乡亲中扮演官局长 我把他们乡的乡区二级公路纳入今年的修建计划 给我送来的茅台酒 中华烟 为了抵制他那种歪风邪气 我们把东西啊 全部给搬到纪检来了 希望纪检能严肃出力 这位从业几十年的资深广告人做演员的经历也是十分丰富的 李庚像一朵毒放的花显得很扎眼 也很风光 我甚至觉得李庚没有在影视表演上大红大紫 真是有负于他这方面的灵气与热爱 也许他过于玩笑了 并没有把他当成多么伟大的事 又不指望他吃饭 这可能源于他的边缘心态 但我想说 他是个好演员 因为他在性情上有太多我们普通人的符号 真希望他能继续出好的影视作品 这样的人可称得上是有趣的灵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请关注我期待更精彩的内容吧